昨天說到 傅雄雪和趙大方面前的那副棺材突然之間啪一聲就揭開了蓋子 有個人生吵吵地從棺材那裏跳出來 他倆一看 見是一個滿面鬍鬍的大漢 打大赤褲 穿著一條繞著紅花的黑丑褲 腳上穿著一對全身的粉底官蝦 趙大方見到就笑著說 哈哈哈哈 你這傻金啊 我一定死不去的 那個傻金就說 哈哈哈哈 要死啊 我忌大都喝完這兩情陳年好酒之港 哈哈 他一跳出來 一掌就拍開了酒情的泥鋒 整程酒一撕起來 對著嘴就照喝了 傅雄雪就坐在旁邊 他好像看都看不見這樣 這個人看起來真的有點傻 但是傅雄雪沒有生氣 因為他自己平時都是看不起人的嘛 傻金不停喝了半程酒 才停下吐一口氣大笑著說 哈哈哈哈哈哈 好酒好酒 那年是陳年好酒 哈哈哈哈 我沒有白來這一堂啊 哎呀 傻金 你來不就來咯 怎麼玩這些東西啊 哈哈哈哈 我啊 懶得閒啊 那就是叫人抬咯 你不用騙我啊 我知道 你肯定有什麼麻煩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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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啊 你肯定又不知是得罪了什麼人 被人追到沒有地方躲 所以就搞到要躲進棺材 是不是呢 哈哈哈哈 我不用躲的 我傻金就不用躲 哈哈哈哈 趙大方見他這樣說 不再問了 他知道現在怎麼問都問不出什麼的 傻金就算是被人追殺 也絕不會在一個生保人面前說出來 他說 啊 啊 對了 來來來 我不記得和你介紹一下 這位朋友呢 就是 嘿嘿嘿 他是你的朋友而已 不是我的 拿來的 咦 說完 傻金又是 用嘴采著酒情咕咕咕奕 照大方唯有對付雄雪 parts笑一下 他道 哼 你看到 他是傻的 傻 傻 傻 F 그건 傻金聽人家說 哇 於是 似乎他就放下的酒情 滴大雙眼吻了 什么玩意 傻啊 有什么可 富鸿雪不回答他 傻今又是笑起来 这个人有意思 这个人有意思 赵大方 拔拔他三尾 你呀 都未知他究竟是谁 他是 不知道他是谁 你知道吗 我肯定是知道 我一进这间屋我就知道 那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又算是认不出他的人 我认出他把刀 我傻今是江湖 滴了这么多年 什么不知道 你真是 你专其不要试这件事 我虽然他人傻而已 直到现在都没人死 所以我才听到这么多消息 赵大方立刻追问究竟是什么消息 傻今就不理赵大方 傻今就不理赵大方 转转面看着富鸿雪他问话 你是不是想知道马空群在哪里呢 嘿嘿嘿嘿 呵呵呵呵 你 你知呀 哦 向我一向 呵呵呵 好神经的 那他 他在哪里呢 傻今听他这样问 就不出声了 赵大方走过去 出力地握着他的肩膀 说 哎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说呢 我空河 为什么要说呢 真是 他是我个恩人的后代 谁来的 亦只是我的朋友 我说过了 他是你朋友 不是我朋友 那你是不是我朋友 现在就还在 因为我现在还在生 富鸿雪听他这样说 就问 难道 你说了 就会死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那 你是不是 要有条件 才肯说 嗯 是啊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我要你 去和我杀一个人 杀 什么人啊 嘿嘿嘿 杀一个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的人 你躲在棺材 就是为了 要避 这个人 是啊 是啊 这个人 是谁 嘿嘿 是一个你又不懂的人 他又跟你又没有恩怨 又没有仇恨的 那么 我为什么要杀 这个人 没有 我就是因为 你想知道 马空群的下落 你会说的吗 赵大方听他这么说 忍不住问 你 你为什么一定要他去杀那个人呢 没事啊 因为那个人 嘿嘿嘿 他要杀我啊 他杀得到你 可以啊 杀得到你的人不多的 哦 哼 所以啊 杀得到他的人 更少啊 现在世上杀得到他了 嗯 我想 就是这把刀而已 我知道 你不愿意杀他 誰都不願意去殺一個素不相識的生寶人 富鴻說 聽他這樣說 真是很難決斷 傻金說得沒錯 沒有人願意去殺一個素不相識的生寶人 但是十九年 黑骨銘心的仇恨就好像一棵獨草 已經在心裡生了根 仇恨本來不是天生的 但是仇恨如果在你心裡生了根 那世上就絕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拔掉他 富鴻說蒼白的臉上滲出了冷汗 傻金見到他這樣就說 袁秋雲 不是你的仇人 你本來和他都不認識 你就一樣 殺了他 無論是誰 為了復仇 那一定會說 殺錯人 被殺錯的人 通常都是無辜去生寶人 我怎麼知道 殺了他之後 就一定找得到 罵兇群 我講的 我講的 傻金說出來的說話 從來都沒有失信過一次 這一層連富鴻說都不得不相信 事恩一個人 如果在被人追殺的生死關頭 還沒有忘記三年前定落的約會 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傻紅雪 尤其是陷下的頭 看著手上的刀 他說 現在 我只是想 你再告訴我 你要我殺的 那個人 在哪裡 傻金和趙大方都很共 因為傅鴻說答應了 傻金就說 從這裏向北那邊走 走到四五里路 有個小鎮 鎮上面那裏有間小酒店 明天晚上的時候 那個人就一定去到那裏了 什麼鎮 是一間 什麼酒店 從這裏向北走 就只有一個小鎮 那小鎮上面就只有 一間酒店 你一定找到 一定找到的 你 怎麼知道 那個人 明天晚上 一定去那裏 我 我講的 我知道很多東西的 那個人 怎麼樣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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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男人 有很多重 這個男人 很特別 一見到 你就知道是他 他 有幾大年紀 他 應該有三 四十了吧 不過有時候看他很年輕 很年輕 很難看得出他究竟有幾大幾大 他 姓什麼 你不用知道他姓什麼 我一定要知道他姓什麼 才可以問他 是不是我要殺的那個人 哎呀 我叫你去殺他 不是要你去跟他做朋友 你 你 難道要我一見他就出手嗎 唉 當然了 你做了我連一個字都不要說 而且絕對不可以讓他知道你要殺他 我 不可以 這樣 殺人 你 一定要殺 要不是你 你就很可能死在他手上了 你如果死了 那誰還會去為白大俠報仇呢 現在 我已經答應你去殺他 我絕對 不可以殺錯人 那是我 我也不想你殺錯人 所以 你至少應該 把這個人的樣子 說得清楚一點 這個人 是 很特別 第一 他的雙眼看起來好像野獸一樣 第二 這個東西吃得很慢 很慢 招惹的時候 就很仔細很仔細的 嗯 好像吃完這一餐 就不知何時才有第二餐吃 第三 他那個人從來都不喝酒 不過他面前經常都擺著一壺酒 第四 他腰間那裏 就一定插了一條棍仔 白梁木來削成 大概有三尺長 他 他 不帶 其他武器 不帶 不帶 不過這條棍仔很厲害 我見過這麼多武器 最可怕就是他這條軍仔 還有 不可以向你保證 被殺到他絕對不會有任何人難過 沒錯 不過 我會難過 等你找到馬空群之後 難過的就是馬空群 對吧 嘿嘿嘿嘿嘿嘿 富鴻雪 看著他在那裏傻笑 問他說 誰 說你是 叔的 哦 大家都這樣叫 叫的 他們 錯了 我看 你拿過 好多人 傻金聽他這樣說 假聲笑著 就捧起他酒情 拼命在這裏喝了 趙大方就立刻說 唉 他這份人 唉 就是這樣了 清醒的時候 他就不會醉 應該醉的時候 他總是不清醒的 哈哈 呵呵 哈哈 第二天早上 傻金醉了還沒醒 富鴻雪看著畫上面那把刀 他心想 我絕對不信世上任何人的棍 可以對付得到這把刀 他真的不信 白天雨在生的時候也不信 所以白天雨死了 這天的埃曼 富鴻雪就去到那個小鎮 找到那間小酒店 而且一眼 就看到那個生寶人 這個人看起來很帥 很乾淨 幾多人喜歡 而且他很年輕 皮膚很有光澤 身上一點多餘的肌肉都沒有 他身上沒有帶任何令人覺得很可怕的空氣 但是他的人已經夠可怕 他不出聲就已經很得人害怕 他坐著 坐了很久 他不單止沒有說話也沒有動 本來一個人如果不說話也不動 就很辛苦 不過他很輕鬆 很自然 桌上有酒 也有酒杯 不過他碰都沒有碰過 好像那些酒不是用來喝的 是用來看的 他身上穿著一件很普通的粗布衣 洗得很乾淨 跟衣服的顏色相同在腰帶上面 隨隨扁扁就插著一條棍子 最可怕的是那雙眼 哇,很厲害 無論誰被這雙眼看過之後 都會覺得自己所有的秘密都被他看了 現在 他又要了一碗麵 他開始在那裡吃麵 吃得很慢 照得很仔細 就好像這碗麵 是他平生吃過的麵當中最好吃的一碗 他拿筷子的手 乾燥穩定 手指又很長 指甲又剪到很短 在他吃麵的時候 副紅樹就走進來 但是他發現 這個生寶人的雙眼看著他 就好像早就知道會有這樣一個人走進來 被這雙眼看著 副紅樹的心居然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 他沒有試過有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 就好像在黑夜之中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突然發現有隻狼在等著你 就是這樣 他慢慢走進來 故意不去看這個生寶人 但是他拿刀的手拿得很緊 他已經準備拔刀了 這個生寶人 就是隨隨便便地坐到 他本來隨時都可以一刀割斷他的喉嚨 他知道自己這把刀究竟有多快 他一向很有把握 但是這一魂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變得沒有把握了 這個生寶人 雖然是隨隨便便地坐到 但是就好像一個武林高手 已經擺出了最嚴密的防守姿勢 全身上下連一些破綻都沒有 副紅樹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 他在等著機會 那個生寶人看著他說 請坐了 請坐了 嗯 嗯 十年了 啊 啊 富紅樹 見到他在那裡頭頭頭 就不明白他說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個生寶人又是接著說 十年來 已經沒有人想殺我了 富紅樹的心一跳 陌生人又說 但是 但是 你現在是來殺我的 富紅樹的心 哎呀又是跳一跳 他怎麼都不明白 這個生寶人究竟怎麼知道他的來意 啊 他這魂知道 這個才是真正的高手來啊 好了各位 那究竟富紅樹殺不殺得到這個生寶人 這個生寶人究竟又是誰呢 我就明天再說了 好 好 高手 好 就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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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